- 大家好我是寶 對我們今天呢要來喝的呢就是 Lohon Ponzo 我們之前在講一起葡萄酒界裡面 雖然蠻有名的偽造酒詐騙案裡面有講到喔 就是他偽造的名裝之一呢就是Domain Ponzo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在看那個紀錄片的時候 他就是有出來就指證說 欸那個不是我的酒葡萄酒界的偵探 但是在2017年的時候 Lohon Ponzo他就決定要離開這個家族事業 因為Domain Ponzo是家族事業 用自己的名字創立自己的酒莊 那在釀酒的哲學方面呢 他還是堅持是最低干預 盡量保持風土的原味 比如說他在木桶成年的這個階段呢 會用中性氣體來代替二氧化硫 然後來降低二氧化硫的使用 然後當然呢他也很有名的就是不愛用心筒 去干預酒的味道 大部分用的都是舊筒 但除了葡萄酒的釀造都是低干預之外 就是對於包裝的科技有多麼的先進 所以我覺得算是還滿兩極化的 在葡萄酒的釀造上面呢 是非常崇尚自然然後跟低干預 可是呢他又會盡其一切其他的科技的所能 拿來保存他這個釀造出來的自然的味道的酒這樣 像那個酒塞啊 他是用科技塞 百分之百用可回收的材質做的 品質呢就會保持得非常穩定 他們能的設計呢都是可以控制 養要進去多少 軟木塞他就是一個自然的產物 他是樹皮嘛 所以呢你可以想像得到不是所有的密度都是一樣的 而且鏡眼量比較大因為鏡眼量比較少 成年的有些成年比較好有些成年比較沒那麼好 可是呢科技塞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可以延長這支酒可以成年的潛力 那他本身呢Cork的機率根據他們的說法也是比較小 然後再來就是假設你今天是買一箱六支 那個箱子的上面呢本身是有一個NFC的晶片 然後呢那個晶片是用來記錄這一個箱子 從酒廠出來之後一直到你的手上 他的溫度的變化是多少 那你只要掃他上面NFC的工具 好像是說是手機就可以掃的樣子 掃過去之後你就可以知道說 喔他這一箱酒有沒有遭受到很熱的對待 然後呢因為之前呢他是葡萄酒偵探嘛 所以呢他也不希望他自己的酒再被仿造了 所以呢他在每一支光酷酒的上面就是 不是會有那個膜嗎? 他那個膜上面也有NFC的晶片 然後是用來也是防尾的 所以呢就是可以確保他的Ground Crew都是真品 那我們今天喝的是這支Bogong 然後呢是2016年份 你看上面綠色的 那個賣酒的小哥跟我們說 我們把這個東西鑽鑽鑽鑽到 他已經鑽穿他了才有可能 不然中間可能會遇上開酒的麻煩 喔鑽穿了鑽穿了 好 那還蠻緊的 這樣的一個科技的酒色欸 感覺裡面分好幾節的設計這樣子 我拿錯了 欸結果真的是紅酒 因為我買了一白一紅啊 綠色的不是白酒嗎 本來那邊都忘記了 我剛從那邊偷偷看過去的時候 會覺得他真的很像紅酒 但是因為他瓶子顏色也很深 我想說算了可能是我錯覺 更正一下他我們今天喝的是Bogong紅的 然後2016年的 好正經結束 喔香多了 我覺得這個杯子還是比較適合 對啊他才比較 放 發散的感覺 那那個都門在一起的味道 對 你先說好了 我覺得Medicam好像比較 好喝 我覺得是杯子的關係 可能也是啊 就是味道好像真的 差了一個等級 用這個喝的時候好像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好這個喝起來就沒有了 我覺得大家伯根蒂要喝的話還是要用對杯 就是至少他是要用伯根蒂杯啊 坦白說呢 我是覺得 嘖 可能我對他期待太高了吧 先講風味好了 皮革明顯 花香 玫瑰花明顯 覆盆子 草莓 淡淡的香草味啦 我覺得有一點甘草的味道 我覺得喝起來有一點單薄 嗯 然後很輕 然後酸度偏高 尾韻偏短 也許他醒過之後 不知道味道會不會再更好一點 我目前覺得他喝起來就是 一支做得很不錯入門的酒 如果坦白說的話 我會更喜歡上次喝的沙桶 我是正在進修WST diploma的停酒師 我的頻道是拍攝一些 名酒開箱 葡萄酒名中故事 賣場超市酒試喝心得 如果喜歡這些內容 歡迎按下訂閱鍵 按下小鈴鐺 這樣我們在上新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通知你囉 對 默默就一個小時了 我覺得我們就直接先喝杯子裡好了 反正是杯型嘛 你 我這杯Dekener嗎 好像你那杯是直接倒的 很香 很香 我的也很香欸 好我們來喝喝看 酒瓶裡的吧 這邊就剛剛都放室溫了 現在的話呢我覺得調性是沒有什麼變的 然後呢我覺得我剛才沒有做很對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擔心室內太熱了 因為現在大概可能20度到25度的中間這樣 我怕它老很快 然後我就把瓶子的那一瓶放到酒冰箱裡面 酒冰箱的話大概是13-14度左右 但是呢醒酒器我沒有放 醒酒器就是一直要在室溫 我現在是覺得醒酒器比較好喝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溫度的關係 很多人雖然會覺得說 葡根蒂或是平辣諾可以比較涼一點喝 但是室溫對我來說還是比較喝得到味道 就冰愛酒冰箱真的拿出來這個 味道有點出不太來 味道方面的話我覺得消散了一點 變得比較酸 不管是在醒酒器裡面還是在瓶子裡面都是 那但是現在的話我就不會想要用覆盆子來行 我可能會想用麥芽買來行 也是一樣還有皮革煙燻然後多了一點巧克力 那你覺得 我覺得 A中型的那一個比較像 就是室溫下的那一個 我覺得酸度變得比較酸 然後色度也跑出來 味道的話好像少了一點 但是好像講不出是少了嗎 其實我剛才中間有進來偷喝一口 那時候大概是開瓶 就20分鐘到半小時的中間 然後我進來喝杯子裡面呢 那一口是我今晚喝到最好喝的一口 然後是從這支杯子裡面出來的 那一口的話就是非常多的花香 就讓我覺得它在那一口裡面有勝過沙頭 可是呢現在就是室溫的還是比較好喝 也是蠻香的但是味道又開始變少 結論的話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最好是大概在我們現在這個溫度 20到25度的溫度喝 然後再開瓶30分鐘左右的時候 不用用Dekander我覺得我是最喜歡的 那在其他時間點的表現來說 其實也是一支蠻不錯喝的酒 就是雖然我每次都 我可能都表現了一支啊怎麼這樣子的臉 可是其實只是因為我對它期待太高 忘記它是一個就是一個入門款的酒 那我覺得它是可以媲美很多新世界還蠻不錯的黑皮諾 就譬如說我們剛剛講到我們上一次喝的那個人氣黑皮諾的那兩個支 它overall表現是跟他們是我覺得差不多 但它有它的話題性就是科技然後還有它的名氣還有裝組 就看大家就是是不是會對於這類型的東西有沒有興趣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瓶就到這邊 可能之後試試看看它的進階版看看會不會更好喝 可能我們會再去找它的可能一集再來試試看 也歡迎大家如果有喝過他們家的話 可以推薦我他們要喝哪個地塊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午夜派四九影片的話歡迎給我們一個讚 然後按下訂閱鍵按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四九影片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